293 文匯報 漸旺推撞襲警招顯衝罪成官批無行動之說難信斥明之故犯罪行嚴重 2015年7月10日香港新聞A10 文匯報信 記者道發組 徵善廠軍營 左妻辦公及拘捕被判監的死硬港獨分子招顯衝 在因在非法漸旺區清場期間用手推及空撞執勤警長 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項襲擊警務人員罪名成立 裁判官鄉淑嫌子招聲聽明之有佔領 有警察 指示到案發現場見證事件 而沒有任何行動的說法難以資訊 相信被告是故意襲擊警務人員 罪行嚴重 將案件押後至本月22日判刑 以袋殺取被告的背景報告 三十歲的招顯衝被控於去年11月27日 在旺角市郵街與西洋菜街交界 用空口撞向執勤警長的空口 致疑人傷傷倒地 裁判官鄉淑嫌表示不相信警員會在眾戶葵葵哈拉出被告群留 相信被告是故意襲擊警務人員 官 警關鍵停節作弓可靠相反 鄉官指幾位警員是誠實可靠的證人 作弓符合邏輯 對於便方只受襲警長逢國波作弓前後不一 又不能講出被告用單手還是雙手推他 鄉官指示出突然 逢講不出多少隻手推他不足為期 鄉官又認為在關鍵情節上 逢笛書面口供記錄與庭上作弓絕對一致 搶槍播毒廠軍營罪行獻足難書招顯衝是死硬港獨分子 最為人熟悉的事件是他於前年12月 聯同三名香港人優先成員 善闖位於中環的解放軍駐廣部隊軍營 最終被法庭裁定無許可證進入禁區罪成 法官當時指招顯衝是行動領導者 首辭港英旗 大叫口號闖入軍營 罪責比其他被告大 誰判他監禁兩星期 緩迎一年,招顯衝在2009年一度加入社民聯 參與社雲的臭死慶祝難書 包括於2013年參與旺角一集會時 涉嫌搶奪警察配槍被警員抬走 原本於尖沙咀酒吧當酒保的招 亦因此事被辭退 2012年,招顯衝於網上成立《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組織》 擔任行動組組長,逆年又成立《香港人優先》 大肆鼓吹港獨 去年6月,招顯衝線廠軍營案提訊當日 他於開庭前首次橫額 在佛縣門外高叫獨立建國 香港萬歲等口號時 突然遭一名男子衝前掌掌掛臉部 並把他推倒致眼鏡飛脫 該男子多次大聲質問:「你見甚麼國家?」 又說:「我,是中國人博師。」 該男子其後因普通襲擊罪被捕 被判社會服務令,誰直善? 該男子不見 在還有女子 該男子敵者 該男子 感谢观看